有朋友問,兩個朋友問1299,有幫 買入價81元,請問支持委會是否需要溝貨 另外Irene問1299,可否入市 不會在這些位置入市 短線,其實你見到指數上不快2萬點樓上 仍然是繼續大成交地向下的時候 不要那麼快,打算跌穿2萬點 就是一些吸納的時候 當然我們過去一個月說過2萬點樓下買東西 可以大力一點 但是你要派出一些分柱吸納的形式 如果現在你要去分柱吸納有幫 我覺得都不是說不行 這些最多都是第一轉 但是買完之後,你做一個心理準備D1星 他有70元,我再去扣貨 而70元也不是一個終點 因為我們說,如果你在做一些長線保署的時候 可以分個月線圖 如果你說月線圖來說 他在這個月最終站不穩在75元樓上 下一個支持位,60元左右這些位置 大約在100月線的水平 好過恆治的,起碼不在250月線樓上 有幫硬正的,但問題面對著內地的經濟問題 內房問題,有幫我又不覺得 可以完全能夠,內地業務可以完全獨善企心 甚至擔心新業務價值增長 市場預期中沒有那麼樂觀 所以有幫我覺得比較建議,出完第二季的業績才去想 其實市場一直以來對有幫都很樂觀 覺得內地的業務可以長做長有 有一個很強勁的盈利,新業務價值增長 如果業績出到,看到又是將市場的幻想打破的時候 調整幅度可以深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一直都沒有貨的 我覺得可以等一等 現在的市況上又不是特別好 有幫我看不到有什麼獨善其霸,益肆其霸可以做好的情況 至少是硬正一點,但也一樣會掉下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做分住級 你可以分3-4柱左右,每下10%扣住 那不可以的,有幫 但是如果純粹說,之前高位炸了 你問我短線,特別是80元左右 其實我覺得先出15元投行 再下跌會賣 可以先維持短線彈性部署 因為80元都是近期才買的 如果你說長線來說 所以有幫,我看法中性的 真的不是特別樂觀 但這些股份上,其實看法中性已經不容易 老實說,你看到我剛剛說的 很多股份上的看法都是偏淡為主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有幫,如果真的有心溝的 有心做長線補儲,問題不大 但如果你看到短線的 純粹覺得以往有幫很硬正的時候 先看業績 業績出賣來看看是什麼了 才去想想 該不會是誰 有心的 點心